- 爽啊 開箱 感謝感謝 哦 你要送的車子啦 上次讓大家票選顏色 我讓我們兄弟魂就把它刷起來了 這台新車Gokuro-san 它本人真的是有比照片好看一點 整個坐起來已經算是蠻舒服的 我身高是168 這個膝蓋前方還有兩個半拳頭的距離 算是還蠻寬敞的 車頂的空間呢 還蠻多的 還蠻高的 算不是那個汽車啦 蠻像的 打扁 逼一下 然後按一下這樣 Go 是不是 啟動囉 按0到100加速好快喔 有 壓車有沒有看到 人壓車不壓 人壓車不壓 好啦 我們上路騎看看 在我去玩 它這個坐墊 這樣是關不起來的 沒有 很好關耶 但它好像是一個貼心的設計啦 所以就怕如果歪你鑰匙放裡面 手在旁邊很尷尬 趕快上車上車 其實已經發動了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走 我們的照一圈看看 騎起來真的蠻輕巧的耶 剛剛騎到50就手心冒汗 好像很快 好像很快 第三代好像是國民買菜車啦 女生都很好力中注 平衡了有沒有 稍微往那邊壓一點 男生就更好壓了 隨便 聽說它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很防刮 鑰匙 等一下 一般有人會跳嗎 有啊 有醜的話 哇 你也太難了 結果沒事 結果沒事 所以你大概就停車的時候 稍微去卡到卡到 沒關係 等一下 去出發 欸 庫庫山不錯喔 可以放飲料 之前好像都沒有這個設計 方便 方便 買菜車 你看 買那麼多水果 還放不滿 我們會標榜說空間很大 我們要放個大西瓜 進去看看 來 大西瓜 來 超重 看起來好像 不可以喔 欸 放不下 應該也沒有一台奧特牌放得下 腳套擺應該可以吧 欸 可以啦 可以啦 國民買菜車 就算大西瓜也是放得下 試車結束 不錯啦 不錯啦 感謝啦 OK啦 但你買這個買菜車的意思 就是叫我去買菜就對了 對啊 然後之後可以載小孩 它這台車還可以連手機嘛 有定位嘛 就可以知道你去哪裡 這算是一台抓狗車就對了 可以抓狗啦 去哪裡都知道欸 搞半天在刷我嘛 欸 是禮物欸 而且陳之浩有跟你講一個 電動車的姿勢 在台北市 機車停車可是電動車不用收費 不知道喔 他會開那個小肥蛋 但什麼東西 不知道是不是 所以不用錢喔 不用錢 好爽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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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喔